在今天上午NBA总决赛结束了 最终猛龙4比2战胜了勇士 对于加拿大球迷 对于猛龙球迷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不过对于全联盟来讲的话 可能一个更加揪心的消息 就是杜兰特在第五场比赛当中 强行付出跟剑锻炼 这确实是太糟糕了 而且有消息说 有可能杜兰特下个赛季 一整个赛季都要报销 不能够打比赛 对于一个NBA历史级别的得分手来说 这确实太糟糕了 为什么跟剑的伤势会那么的严重 导致一个球员在一整年的时间 都不能够上场呢 在虎扑等等论坛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运动的解释 医学的解释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一讲 为什么跟剑对人那么致命 首先大家要知道 跟剑的医学名称叫做阿基里斯剑 而阿基里斯是一个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 这个人物号称希腊神话当中的第一英雄 他的父亲叫做佩留斯 母亲叫做特提斯 特提斯是海洋女神 她是宙斯的表妹 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像波赛东 像宙斯都曾经希望能够得到她的垂青 但是普罗米修斯曾经警告过宙斯 说特提斯的孩子以后 一定会比他的父亲更强大 也就是说如果你娶了特提斯 可能你的王位 可能你的统治会被这个孩子推翻 所以说宙斯不敢娶 于是把特提斯许配给了一个人类 叫做佩留斯 佩留斯跟特提斯的婚礼 是在半人马卡戎的洞穴里面来举办的 当时宴请了全天庭 几乎所有的天神了 但是漏掉了一个人 叫做厄里斯 厄里斯是谁呢 厄里斯是不和女神 是纷争女神 她本身就喜欢作乱 同时你又不邀请她 她怀恨在心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点子 去弄乱整个婚礼 叫做金苹果 金苹果就比较有名了 大家都知道 那金苹果究竟是什么呢 金苹果其实有一点像 西游记里面讲到的 那个潘桃一样 就是她是宙斯跟赫拉在结婚的时候 上一代的天神送给他们的一个苹果 那非常非常非常的珍贵 后来宙斯跟赫拉就把它种在一个 天庭的一个植物园里面 所以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 这次呢 厄里斯把它拿出来 上面刻了几个字 叫做送给最美丽的女神 那所有的女神都觉得自己最美嘛 于是都想抢这金苹果 不过呢 最终抢来想去三个人争执不下 其他人全都被淘汰了 一个是众神之母赫拉 一个是智慧和胜利女神雅典娜 另一个是美神爱神阿弗洛迪特 或者说是维纳斯 这三个人一直都争不下来 到底谁最美呢 而且权力法力好像都挺像的 争不下来 他们就去找宙斯做一个评判 宙斯不想得罪人 说我不知道 你们去问我的儿子阿波罗 阿波罗他也不想管这事 于是说我是管男科的 不是关女科的 你们去找其他人 但是究竟谁最美 这三人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定论 于是他们就争执不下 最终决定 要不我们去人间找一个人 来做一个评审吧 而且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最帅最美的人 于是就在人间里面找 最终找到了这个人 最帅的那个人叫什么 叫帕里斯 帕里斯其实也是今天的主角了 帕里斯呢 叫做Paris 就是现在的巴黎 他的身世非常曲折 一会儿再跟大家去详细讲解 那这三个女神找到帕里斯之后呢 他们都想去说服帕里斯 认定自己最美 赫拉说 如果你觉得我最美 我许给你全力 你将会成为全天下最大的王 亚迪娜说 如果你说我最美 我可以给你荣耀 你将占无不胜 而维纳斯说 如果你说我最美 我将会给你全天下最美的女人 最后帕里斯选了维纳斯 也就是要了全天下最美的女人 但是问题来了 全天下最美的女人是海伦 但是海伦已经嫁给别人了 海伦的老公是斯巴达的国王 莫尼拉奥斯 怎么办呢 维纳斯说 没关系 这个事我帮你搞定 这边呢 还是要横插一笔 要讲一讲帕里斯的身世 帕里斯其实原本是特洛伊的王子 但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呢 有神谕说 说这个孩子可能会给特洛伊 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说呢 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父母遗弃了 后来被一个牧羊人给收养 所以三个女神找到他的时候 他是在放羊的 这个时候维纳斯说 既然你要去抢到海伦做你的妻子 有两步 第一步跟我走 他就跟着维纳斯回到了特洛伊 特洛伊当时正在进行一个英雄竞技大会 他就去参加这比赛 然后呢 在维纳斯的帮助下 战无不胜 包括特洛伊的第一英雄赫克托尔 也被他打败了 于是他回复了自己特洛伊王子的身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以特洛伊王子这身份 去到了斯巴达进行一个国事访问 到了斯巴达之后呢 莫尼拉奥斯非常非常的热情 很好的去款待了他们 但是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 莫尼拉奥斯突然有事 他说他要去一趟克里特岛 于是就走了 与此同时呢 要求自己的妻子海伦热情的款待 这批人 但是就在这过程当中呢 帕里斯花言巧语就把海伦给说动了 于是两个人私奔 同时把斯巴达的财宝给带走了 莫尼拉奥斯回来之后非常的生气 我那么好的对你 你居然绿我 受不了 于是就去找他的兄弟阿加门农 阿加门农是谁 阿加门农是地中海沿岸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叫做麦西尼国的一个国王 同时呢 已经征服了相当多沿海的国家了 于是 就加上这个斯巴达组成了一个希腊联军 去讨伐特洛伊 去讨到一个公正 但是在出发之前呢 阿加门农得到了一个神域 又是神域了 这神域说 如果你们希望去取得这张战争的胜利的话 必须要得到一个人的支持 这个人就是阿基留斯 也就是今天话题的主角了 但是要找到阿基留斯非常不容易 因为特迪斯在阿基留斯刚出生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个预言说 阿基留斯这人一定会名垂青史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伟大 但是他不得善终 会死在战场上 于是呢 特迪斯就非常非常担心 这个小孩可能会死于非命 所以在阿基留斯刚出生的时候 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把他带去了明河里面浸泡他的全身 浸过明河水之后 他浑身刀枪不入 不过呢 因为明河水非常的湍急 所以他必须要拽住阿基留斯的脚后跟 这样才能够让他不被冲走 但是这也留下了隐患 就是阿基留斯的脚后跟不是刀枪不入的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不是在明河里面说是 把阿基留斯用这个天火烧了身体 然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神的身体 所以说没关系 但同样在脚后跟着一块也是空出来的 这话先不讲 当特提斯发现 阿加门农要过来找阿基里斯 作为帮手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知道 其实阿基里斯在预言当中 说会死于非命 就是在这场特洛伊战争当中 所以不希望他出战 于是呢 就去把这个阿基里斯藏了起来 但是呢 阿基里斯的 但是呢 阿基里斯藏身的位置啊 后来被透露了 于是阿加门农 包括这奥德修斯 就找到了那个位置 这时候呢 特提斯没有办法 就只好让阿基里斯穿上女装 希望 让阿加门农到的时候 还是找不到他 那这个时候 阿加门农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在宫殿门口 放了很多金银财宝 这时候呢 好多穿着女装的人就出来 要挑选 适合自己的首饰 珠宝等等等等 但这时候有一个人 穿着女装在那 什么都不看 他在看武器 那这人一定就是阿基里斯了 所以呢 阿加门农就找到了阿基里斯 特提斯也知道没办法 只好放阿基里斯走 同时呢 阿基里斯自己非常的好战 于是也非常开心 就去到了 阿加门农那个队伍当中 也就是希腊联军当中 这就是 从金苹果事件 要讲到下一个事件了 特罗伊战争 在希腊联军刚出发的时候 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指示 或者说神域预言吧 就是说这场战争 会打十年非常非常的久 不过最终你们一定会取胜的 于是整个希腊联军 非常非常的开心 一只沙 穿过了海岸 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特罗伊 为什么能够找到这个正确的路线等等 中间还有很多的故事 这边先略过不表了 当希腊联军到达了特罗伊城前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打战 然后开始打 这时候呢 希腊联军战无不胜 非常非常的勇猛 而且呢 特罗伊人也知道自己心亏啊 因为你是抢了别人女人和财宝 才引起这战争的 所以呢 当时打得非常非常尴尬 在一开始 希腊联军战无不胜 打了非常非常多的胜仗 特别是阿基里斯 非常的英勇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俘虏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非常重要 这两个人是谁呢 是阿波罗的祭司的两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都长得非常漂亮 于是呢 一个给到了联军的统帅阿加门农 另一个阿基罗斯自己留用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战争打到了 第十年最后一年的时候 阿波罗的那个祭司 希望能够讨回自己的女儿 于是去到了阿加门农那边 然后希望能够去求和等等等等 而且呢 是送上了很多财宝 但是阿加门农觉得 这个女人非常的漂亮 于是不肯让出来 这时候呢 祭司就被赶走了 祭司这个时候 就去找阿波罗 希望得到阿波罗的帮助 说我是你的祭司 然后我的女儿被人抢走了 能不能帮我 阿波罗呢 就在希腊联军当中 散布瘟疫 后来呢 阿加门农知道 原来是得罪了阿波罗 所以导致了这个瘟疫 他希望让联军能够 更加好的去打仗 于是呢 同意了把这女儿还给 那个祭司 但是呢 在阿基里斯手上还有一个 阿加门农就觉得心里很不爽 为什么把我这要走 你那个还留在哪 于是非常的不高兴 这个时候呢 阿加门农跟阿基里斯之间 其实是产生了争执的 最后呢 阿加门农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他就把阿基里斯的那个女仆 给抢到了自己这边 阿基里斯就非常不高兴了嘛 我是你仗中的第一大英雄 你打仗要靠我的 这时候你把我的女人抢走 你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就闭门不出了 他说这战争我不打了 不打怎么样 阿加门农他也是有气的嘛 他说不打没关系 我们自己管自己 继续进行 于是呢 就产生了后面两个 非常重要的对决 一个对决呢 是莫尼拉奥斯 跟帕里斯之间的战争 因为战争一开始都群殴嘛 打到后来大家都筋疲力尽了 单挑 这时候呢 是帕里斯在两军对垒的时候 他说 既然战争是我跟莫尼拉奥斯的个人恩怨引起的 那我们就 直接开始单挑吧 莫尼拉奥斯听了之后 非常高兴啊 说单挑就单挑 莫尼拉奥斯 雄九九强出来之后 帕里斯有点怂了 这时候呢 赫格托尔也就是 特罗伊的第一大英雄 就指责帕里斯说 你不能怂 你引起了这个战争 我们都在帮你 你自己怎么能怂呢 于是 帕里斯被迫出战 两个人就在军前对垒 希腊他们的一个对垒方式啊 非常有趣 是回合制的 互相投标枪 看谁能够射死对方 帕里斯先投 先投 投中了莫尼拉奥斯的那个盾牌 但是没有能够刺穿 回来之后 莫尼拉奥斯还了一支标枪 这标枪刺穿了 帕里斯的盾牌 帕里斯当时差点死了嘛 然后呢 莫尼拉奥斯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帕里斯 拉回阵中当俘虏 这时候 很奇怪 神突然出现了 维纳斯 打破了帕里斯的那个头盔 因为帕里斯是帮他的嘛 帮他得到了最美女神的称号 打破了那个头盔 把帕里斯给救了回去 莫尼拉奥斯也没有办法 这时候呢 双方又从单挑变成了混战 又变成了群殴 双方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于是又进入到第二阶段 又是单挑 这单挑是哪两个人呢 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 在特洛伊城中当中的第一大英雄 赫格托尔 另一个在希腊联军当中 也是一个大勇士 叫做埃阿斯 埃阿斯是谁呢 埃阿斯有一个绰号 叫做希腊神话当中的第二英雄 仅次于阿基里斯 他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巨人 战斗能力非常强 甚至说在武力方面 跟阿基里斯是差不多的 而且在后世 也会流传很多他的传说 比方说在荷兰的足球俱乐部当中 有一个豪门叫做阿贾克斯 其实就是这个埃阿斯 不过是不同的翻译法而已 话说回来 埃阿斯跟赫格托尔 又开始激战 这个战 这个单挑就打得非常有趣了 你来我往 你来我往 不过呢 因为埃阿斯他那个盾牌啊 有七层的牛皮包裹 所以呢 一次一次 当赫格托尔那个标枪 刺中他的盾牌的时候 永远都刺不穿 所以呢 两个人就僵持不下 打得非常非常的热闹 最后两个人英雄系英雄 觉得你也很厉害 我也很 我也很厉害 那我们就相互的交换这个 战利品吧 我们就成为好朋友 同时呢 战争讲和 这时候特洛伊说 好 我承认我输了 我可以赔款 把那些财宝都还给你 同时呢 你路上的一些经费的损失 全都还给你 但是海伦不还 希腊联军这边当然不乐意了 这个战争还是要继续的打下去 就到了战争的第三个阶段了 第三个阶段 变成了一个人神之间的混战 在希腊这边呢 雅典娜在帮忙 在特洛伊那边呢 有战神阿瑞斯在帮忙 两边打得非常非常的乱 这时候呢 让咱们把时间线调回到阿基里斯 跟阿加门农起矛盾的那个争执点 当时呢 阿基里斯回到自己的帐篷当中 他心想 自己不止不参战 而且要给阿加门农带来一些麻烦 于是在心里面暗自许愿 他说 当自己在复出战场之前 希望阿加门农的军队能够节节败退 于是呢 他把自己这个心愿告诉了母亲特提斯 特提斯又把这个心愿告诉了 众神之王 宙斯宙斯呢就慢慢的偷偷的去施法术 然后让这个战争的天平 倒向特鲁伊这边 好了 再我们提到群战跟单挑都已经结束之后 这时候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僵制阶段了 这个时候呢 阿加门农心想 这个战争拿不下来 已经十年了 怎么办 只好再去祈求阿基里斯 但是阿基里斯还是不管 然后呢 阿加门农就去请求阿基里斯的一个挚友 好朋友 有人说啊 不仅仅是挚友 不仅仅是好朋友 而且好像是一个同性恋的性伙伴一样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角色去请求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还是不肯打 于是他说 那这样吧 你自己不打没关系 把你的金盔金甲都给我 要知道阿基里斯这金盔金甲是非常珍贵的 他的盔甲是火神送的 他的坐骑那匹马是波赛东送的 海神送的 而他的长矛是半人马卡荣送的 所以是一套非常豪华的装备 但是当阿基里斯这好朋友 穿了阿基里斯的装备出去之后 赫克托尔也就是特鲁伊城的第一大英雄 觉得啊 你就是阿基里斯啊 于是很快的就把那个好朋友给做掉了 这个时候阿基里斯非常的后悔 非常的恼怒 于是选择参战 他参战之后 整个战争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大杀四方 同时找到了赫克托尔 一下就把赫克托尔给做掉了 但是呢 他由于当时情绪非常的上头 做了一个很不理智的事情 就是把赫克托尔的尸体拿出来 鞭尸了好久 这就惹恼了在特鲁伊城里面的守护神阿波罗 阿波罗觉得你这小子好像不懂事啊 于是呢 就弯弓射箭一箭射中了阿基里斯的脚后跟 阿基里斯就这样去世了 也就是他的母亲忘记在圣火里面去烤 忘记在明河里面去进的那个脚后跟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阿基里斯之中 也被称为一个人最致命的缺点了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主要故事 不过呢 尽管阿基里斯去世了 特鲁伊战争并没有结束 有一天早晨 特鲁伊人打开他们的城门一看 哎 整个海滩上空无一人 他的对手希腊联军全部撤退了 而在整个海滩上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木马 他们就想这木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没人知道 然后呢 他们就去找后来终于是抓到了一个希腊人 然后呢 就严刑拷问 希腊人说 这个木马是原本给亚典娜用作祭品的 如果你们把这个木马给毁掉了 亚典娜会降灾在你们这个城市 如果说你们把它供奉起来 亚典娜就会把福祉带给你们 当然特鲁伊人不会相信了 特别是他们的预言师 他们说 呃 这预言师说 我们必须要把这木马毁掉 这很明显是希腊人的诡计 但就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海里面突然 窜出来几个海怪 就把那个预言师吃掉了 这个时候 特鲁伊人就怕得不行 他觉得 哦 这果然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给供起来 而且希腊人说 我们把这个木马设的 做得那么大 就是为了让你们抬不进城里面 为了让你们把它毁掉 然后特鲁伊人呢 就中计了 就把这个木马 抬到了他们的城里面 木马记大家都知道吗 这是一场阴谋诡计 当天晚上 特鲁伊人觉得战争已经胜利了 而且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战利品 然后呢 自己就大败宴席 喝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在整个城里面完全不射手 这时候在木马的肚子里面 就出来了希腊人 然后他们就在晚上 偷偷的把特鲁伊城给攻占了 特鲁伊战争就结束了 长达十年的特鲁伊战争啊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神话 主要讲了一个人 叫做阿基里斯 两个故事 一个是金苹果 一个是特鲁伊战争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 社科类的书籍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文学类带进来 今天是神话 可能在下周会讲一讲 莎士比亚的利尔王 再往后可能小说等等 都会带进来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指点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